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德国努力大学拿到卓氏学位之后回国就在政大任教 他现在已经有29年 那么他在他的学术生涯当中曾经有几度的出任公子 他们两位都长期关注司法改革的事务 愿意很有热情来推动司法改革民众 挽救人民对于司法的信心 除可否认的就是我们民众对于我们今天不论是司法风气 或者是审判的品质都还有许多意见 因此我们必须要特别在这方面还要继续加强 一定要能够掌握到人民的痛苦跟感受 不然我们做的再多人民感受不到 也不是可以说也是反重 这一波司法改革主要是看到司法风气败坏 几位这个交手不好的法官 让人民深感痛心 但是在全国两千中卫法官和检察官当中 交手不好 这个风气很差的毕竟也是少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期待未来的司法改革 是全民私改革道理 我们希望唯有如此的改革的成果 才能够符合民众的期待 改革的成果也才会减少民众的痛苦 我被提名为司法医院长人 被提名 我是非常的意外也震惊 那当然会觉得惩惩惩惩惩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会很热心的 很热切的去接下这个宋者大人 46年来办案无数 但是偶尔或者是比偶尔更长一点 常有碰到当事人对司法诟病 对司法不满 对司法失望 对司法绝望的情思 因为第一线 直律基督当初人 你可以感受到当事人的感受 这也就是人民的感受 我们的司法 与人民的需要 人民的期盼 还有相当的距离 在我现在身心的健康状态度 还很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决心 我愿意把自己 奉献给司法改革 而且我希望逐渐能够实现 我一向所秉持的司法改革的职制 人民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个他要求是公正严密的法官 第二个人民要求的是 正确审判态度平和的法官 第三个要求的是 审判过程里面 不要长期长时间的责任 高效率的法官 第四个 这里是最火的一个 也是终结的一个就是 要求一个高品质的裁判 我们希望我们的司法人员 法官跟所有司法人员 都不敢贪 不想贪 不屑贪 这样就不会贪 我希望到达一个境界 的天网 有没有人员 没人员 不希望他人员 这些地方是有些人员 不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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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费 不要抉担 没人员 我们的状伸费 都是在地上